最漫長的一夜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扎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史詩記》二十章 二節四至五節 十一至十四節 三十五節 四十八節 全體以色列人和各支派的首領 總共四十萬名配刀的戰士 都參加了這次上帝子民的大會 那被害女人的丈夫 就是那個利味人說 我跟我的妾到基比亞過夜 那是便雅敏人的城 當晚 一些基比亞的領袖包圍了房子 要殺我 後來他們把我的妾強姦致死 全體以色列人團結一心 聚集起來要攻打那城 以色列人派使者 到便雅敏之派那女 對他們說 你們當中有人做了這樣可怕的事 交出基比亞那些惡人 無賴 讓我們處決他們罷 我們要從以色列中除掉這惡 便雅敏人不彈不聽 還從各自的城裡出來 聚集在基比亞 要跟以色列人開戰 就這樣 上主幫助以色列打敗了便雅敏 那天以色列人殺死了兩萬五千一百名便雅敏戰士 他們都是久經沙場的配刀戰士 以色列人返回 把城裡所有的活物 包括人 生畜 和他們所預見的一切 全都殺死了 又把所到的城鎮全部消毀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為誰合一 很遺憾 在人與人之間 似乎公義的事是很難一呼百落 不義的事卻是 以色列人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得非常合一 為了懲罰便雅敏之派 以色列人從各地出來團結一心 他們意志堅決 而且似乎是為了伸張正義而戰 其實 這是一個假象 首先 基比亞歹徒的目的 是要跟利美人交合 不是要殺他 利美人誇大事實的嚴重性 又在見證中除去自己的一切罪責 而以色列人也沒有搞清楚真相就行動 其次 以色列人沒有求問上帝應不應該開戰 而是先做決定 理所當然地以為上帝一定會同意 此外 他們在這場 針對自己其中一個支派的戰爭中 殺敵竟然被他們在史詩記裡 其他針對加南人的戰爭中 殺得更加堅決和徹底 在這次事件中 雙方一共死了六萬多人 都是以色列人要征服加南地 所不能失去的寶貴戰士 如果說以色列人的做法荒謬 那麼便雅敏人的回應 就很愚昧了 以色列人要的是作惡的歹徒 便雅敏人卻不肯交出來 禁是非不分 妄加偏袒 加上無知、輕敵 最後落得成為人亡的下場 作為上帝的兒女 我們的信仰群體 當然要同心合一 但要清楚我們是為誰合一 合一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 千萬不要在錯誤的事上合一 因為這樣會變成悲劇 造成混亂 以色列人、徒友、律法 卻忽律上帝的帶領 我們一定要引以為監 讓我們為上帝的緣故而合一 多謝您收聽由和諧頻道製作的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折六字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天天親近主 歡迎您在我們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 拜拜